为什么任何一个像 一种现象 我们现在所谓是精神的 物质的或者是自然的 都没有办法离开体 连到体说的 那都是法神 哪一样不是法神 《华言经》上讲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这个话凭什么讲的 凭我们这个神就是法神 只是在迷 迷而不绝 法神里面的智慧 得相不能现前 觉悟了 觉悟就现前了 迷失这个神 觉悟还是这个神 没换了 体相用都没有换样子 作用不一样 那佛教教导我们 如何才能正得法神 把障碍放下就正得了 啊 法神是本有的 从来没有失掉过 色相的神啊 是假的 说了他会不会失掉呢 也不会失掉 但是相会变化 绝对没有失掉 这个相 这又生死 生老病死 死了之后 他又换一个相 这六大陆不又换个相吗 相换了 信没换 还是一个信 谁天台大 天台家讲啊 事发诸发位 事件相不坏 就说这个意思 啊 你在六道里头 写身受身 不就换个相而已吗 常在 事件相也常在 连六道里面都是这种状况 又活宽 是法界 又活宽 是报庄严图 啊 这一真法界 这个四十真相 我们如果把它参透了 先决定了 世间人最怕的是什么 贪生怕死啊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因为对生死真相不了解 真相了解呢 没有生死啊 啊 直视 心态 转变 现象 产生变化了 啊 确实像我们一个人一样 穿的衣服 我们知道 我们的色身 就像衣服一样 不生活 生活所有的 啊 我们换一件衣服 就好像换个身体一样 这才是四十真相 啊 了解四十真相 再换衣服 越换越好 啊 不了解四十真相 的时候 越换越差 啊 这衣服越换越肮脏 啊 明了的时候 衣服换衣服 都换干净的 越换越好 就这么个道理啊 啊 如果我们换个畜生身 那就越换越差了 还过鬼身 换地狱身 错了 啊 我们来生的人身 向上提升的 身天的天人身 啊 越界天人 色界天人 不一样啊 啊 再往上面去 身闻身 菩萨身 佛身 谁你怎么换 这是瓦戒里头 你的自信 没换 啊 就是 发身 没换 啊 无论什么身 都是一个发身